孩子出生后,舒芬的日子并不好过 全家都沉浸在生子的喜悦时 只有一个人在关心她,那就是母亲 舒芬的妈妈一来,就马不停蹄地照顾女儿 生产过后,舒芬从精致的女人 变成了大富贫贫的妇女 出院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全是危险 下个楼都仿佛要世界末日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恢复阶段 这是一家与众不同的产后疗养院 舒芬一来,就被这里的主管金姐 把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周围时不时传来惨叫 舒芬害怕极了,可金姐却习以为常 晚上,一个诡异的黑影正在缓缓移动 正在睡觉的舒芬忽然睁开双眼 就在这时,能理想的是金姐 大晚上要舒芬去懒孩子 舒芬还不知道的是 这一次将会是她命运的转折点 这里和外面的世界不一样 妈妈的履历在这里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里按照为孩子牺牲的程度分级别 就像坐火车一样 生了好几个孩子或者坚持母乳喂养的 被称为一级妈妈,可以坐在第一节车厢 比如小美 而那种初次生孩子 高龄产妇或者上班族妈妈 就是末尾车厢的人 比如舒芬 末尾车厢的人想要逃离 就会想尽办法讨好第一车厢的人 小美就是他们的重点讨好对象 因为她生过两个双胞胎 而且两个都是母乳喂养 小美刚来这里就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可舒芬却有点看不惯她 中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